相声演员张云雷回来了 一句相声演员张云雷回来了 道出了张云雷的心酸与往事 在十周年相声专场结束不久 张云雷就接受了采访 在采访中 张云雷坦然面对自己曾经的错误 多家官媒也纷纷转发 几年前也犯过错误 所以你认为这个事 可能别人用过了 我也可以用 现在的张云雷再回去看 我相信你应该不会干这事了 你也不可能说这话 不会 敢把自己几年前的错误 坦荡地说出来 怕是娱乐圈没有几个 相声圈更是没有 看得出来三年的时间 让张云雷成长了许多 也认识到了自己曾经的错误 人无完人 熟能无过 但是错了就是错了 张云雷也表示感谢当年的这个错误 要不然张云雷不知道 自己如今会是什么样 不是说飘吧 就是突然间的好多的东西 哇 我首先说我很开心 但是我这么多东西 承受不住这么多东西 所以呢 打醒我一下 我很感谢那个错误 如果要是没有那个错误 我觉得我不知道我现在会是什么样 三年没有登过相声舞台 这是对于相声演员最重的惩罚 张云雷也为自己的错误 承担了相应的后果 但是谁都不能否认 几年前的事情 也有不少人在背后推波助澜 想法也非常简单 那就是不能让张云雷火出相声圈 毕竟张云雷的曲艺功底 非常的扎实 十几年的刻苦练习 相比于其他批量造就的偶像明星 张云雷是无法替代的 所以有人就不惜一切代价 想要将张云雷按下去 但没有想到 不但没有将张云雷按下去 反倒是提高了张云雷的人气 不但重新回到了相声舞台 还开了自己的个人演唱会 相声专场第二场更是直接秒空 今天咱们两个人 过了一相当 不过了不过了 今天咱们两个人 咱们两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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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的不说了 张云雷 杨九郎 赶紧每一位的 十年的陪伴 别开心 许同张云雷 杨九郎 等于鞠躬 三年多的等待 一切都是值得的 看到两人鞠躬 更是让许多观众感慨万千 两人的十周年专场 也变成了撒糖专场 台上公然撒糖 杨九郎的一句话 让粉丝们现场磕糖 两人更是害羞了躲到台下 我感觉这是全场最佳的包袱 看到张云雷恢复得这么好 让不少粉丝都泪目 不知道张云雷这三年都经历了什么 曾经的翩翩君子变成了喊卖达人 要不是张云雷是拼凑起来的 杨九郎高低地拿回 三庆元小霸王的称呼 看到杨九郎参加这么多的综艺节目 张云雷也不忘吃醋地调侃杨九郎 听得杨九郎直慎的慌 不得不说 杨九郎也是舞制在线 主打的就是 你跳你的 我跳我的 谁也别打扰谁 8月29日 张云雷苏州相声专场开票再次秒空 当然这一结果 许多网友已经猜到了 三年未开相声专场 十周年相声专场开场就是王炸 第二场相声专场的票必将难抢 期待张云雷养九郎 能给大家带来更多的欢乐